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六成的预算是新台币六千万元左右 那其余四千万的部分会等到整个中央它核定之后 在第二次来播发 那从今开始呢我们每天只要完成的试算的部分 就会马上立即来播款 那请农民安心 那我们也要拜托就是说所有的这个饲养厂能够来配合的部分是 在完成评价的时候呢也应该要配合 将相关的收据单据相关的资料 能够来透游工作或交给我们的主计单位的人员 第二部分就是说也能够来配合 在播款以前一定要完成我们的整个扑杀场的环境的整理 包括电料包括这个环境的消毒等等 那因为唯有这样子才有办法提升我们整个云林县的 这支禽流感的自卫的能力 跟我们各位公亲啊 报告啊 主家家派人在那个肯定公司收理收 驾的部分也将近300件啊 我们已经身和好的啊 已经报了六成的那个保障看 如果有要报警资料的那个部分啊 我们在这两天里面会电话 跟乡亲你通币 请你在拜他的栽企 再来肯定公司那边那边保护资料 拯队那边要收理申请的那个部分啊 那也请向乡亲你把这些资料准备多转 在拜他的栽企 再来肯定公司 我们主家家也同时 再拜我们的当年 再来给大家收拼 那拯队那边要收拼的部分啊 就是你的劳子如果有收棋 你就用收棋 如果没收棋 就请你用刷处书 那你如果要资料 请你把这些资料的收棋 带过来 那你画这个桌也要带过来 还有你的身份证的压英文 跟那个存款的压英文 我们就很純粹来办理啊 希望说更快把这个保障看 可以进化到大家 希望我们大家共同都来度过这个难关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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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